蓝忘机站在魏无羡的身后,本来是可以距离魏无羡远一点的,但是他却悄悄地往前站了一点,然后双手搭在魏无羡的细腰上,嗯,果然如想象的那般细。 别害怕,我很稳地魏无羡以为蓝忘机是害怕了,抽空回头安慰道,嗯,不怕,蓝忘机沉默了一下,然后又往前挪了一下,魏无羡看了一下腰间的手。 若不是你离我这么近,我就相信你了,魏无羡的预见术是陶醉教的,为了预防突发事件,陶醉也手把手地教了魏无羡预见待人,所以魏无羡带着蓝忘机预见,吻得一劈,都不带慌的,感叹一声,多谢当年他义父的舍身相叫,魏无羡的速度很快,不一会就到了彩衣镇蓝站,我能去买些天子校吗? 隐隐看到彩衣镇的房屋,魏无羡开口问道,可蓝忘机听到魏无羡的声音,才从沉思中回过神,点点头,置于蓝氏的家规,云深不知处,不可饮酒。 嗯,竟是可以的,两人买好酒以后,魏无羡又想起了要给蓝希臣和蓝忘机的长辈准备礼物,便开口问道蓝湛,我还不知道你家里还有什么长辈呢? 我父亲常年闭关,家中事务由叔父和兄长处理蓝忘机不知道魏无羡这么问的原因,还以为魏无羡是想了解他,那你叔父和父亲喝不喝酒? 魏无羡停下脚步,看着距离他们还不是很远的酒铺,要是蓝忘机的父亲和叔父喝酒的话他还需要再去买点,不喝,蓝忘机摇头,蓝氏敬酒的事情要不要告诉卫英呢? 哦,那好吧,魏无羡点点头,看来还是他义父想得周到啊,卫英,把酒收起来蓝忘机,看着近在眼前的云深不知处,又看了看,一直被魏无羡提在手里的天子笑说道,为何? 魏无羡不解的歪头问道,云深不知处敬酒蓝忘机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好吧,魏无羡点点头,把酒收起来了,他当年初次喝酒的时候,陶醉曾经告诉他, 喝酒容易误事,所以有些家族会禁止喝酒,这一点,魏无羡还是能理解的,对了,蓝湛,你们家,还有什么?嗯,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魏无羡虽然收起了酒,但还是不放心地问道,毕竟客随主辩,他不能在人家家里肆意妄为呀, 你看,蓝忘机带着魏无羡来到云深不知处门外的家规石旁边,示意魏无羡看一下,什么? 魏无羡茫茫然地转过头,看身旁的家规石,这什么? 魏无羡震惊地看着蓝忘机,你别告诉我这是你们家的家规,蓝是家规蓝忘机垂眸道,我去。 蓝湛,你看你也到家了,我就不送你进去了,我先回了魏无羡善校的白白手就要下山。 魏英,蓝忘机扯住魏无羡的衣领,扯着他往云深不知处里面走,蓝湛,你别拽我,我要回家了,晚了一复会担心的魏无羡有些无助地想扯回自己的衣领。 你答应我的蓝忘机扯着魏无羡的衣领不放松,就想把魏无羡扯进云深不知处。 蓝湛,你别闹了,你也没说你们家有三千多条家规啊,魏无羡有些闹心地说道,要是早知道蓝室有这么多家规,他怎么也不会答应来蓝室做客呀。 魏英,我在蓝室掌伐蓝忘机扯着魏无羡的衣领说道,掌伐的意思是说,魏无羡期待地看着蓝忘机,是可以不守吗? 我可替你受罚蓝忘机期待地看着魏无羡,能不能不要走? 那算了,我先回了魏无羡白白守,守家规是一回事,不守家规又是另一回事,再说了,去别人家不守别人的家规,是会给主人家留下不好的印象的。 魏英,蓝忘机有些不甘心地扯着魏无羡的衣领不松手,忘机,听说你回来了,无羡也来了。 蓝溪辰得到弟子的通报,得知蓝忘机和一个少年正在云深不知处外争执,便急忙赶来了。 没想到,竟然是蓝忘机和魏无羡,溪辰哥哥魏无羡看到蓝溪辰来了,便没有那么着急想走了。 蓝忘机看到魏无羡不着急走了,便也放开了魏无羡的衣领,心里却十分的不舒服。 魏英本来要离开的,可是见到了兄长就不走了。 无羡,是来做客的吗? 蓝溪辰笑着问道,他对这个无羡弟弟倒是挺有好感的,但是为什么感觉后背凉凉的呢? 是,不是,我就是把蓝战送回来的魏无羡刚要点头,又急忙摇摇头说到时间不早了。 我先走了,不准蓝忘机一把扯住魏无羡的衣领,不准他走,无羡既然来都来了。 住些时日在走吧蓝溪辰看着两人的样子,还以为两人闹别扭了。 不行,弟弟的第一个朋友,他一定要帮弟弟留住,你们这是强人所难魏无羡想挣扎一下。 你说话不算数蓝忘机紧紧地捏着魏无羡的衣领说道,好好好,你放开我。 我去救世了魏无羡眼看自己是摆脱不了这兄弟俩了,只能妥协。 魏无羡无奈地跟着蓝氏兄弟俩进了云深不知处,我让人去准备客舍蓝溪辰看着魏无羡终于同意跟着他们来了。 开口说道,不用蓝忘机制止住了蓝溪辰。 嗯?蓝溪辰有些不解地看着蓝忘机,住静时蓝忘机的手此时已经从魏无羡的后衣领转移到了魏无羡的衣袖,好像是怕魏无羡跑了一样,听他的魏无羡看蓝溪辰看向他。 有些无奈,自己交的朋友,哭着也要宠下去,魏无羡在云深不知处就落脚在了静室里,你为什么一定要我住在静室? 蓝溪辰走后,魏无羡坐在蓝忘机的对面,有些无奈地问道,静时可以饮酒蓝忘机道,静时可以不用手家规。 魏无羡眼睛一亮问道,嗯?蓝忘机坚定地回道,那好,魏无羡点点头,他知道,在静时,不管他怎么闹,蓝忘机一定会保住他的,所以他可以在蓝忘机面前肆无忌惮一点。 蓝战,今天有些晚了,明天,你带我去见见你叔父把魏无羡问道,可蓝忘机应道,晚上,魏无羡见识了蓝室的饭菜以后,又开始闹了。 蓝忘机,你个骗子,让我回家魏无羡走到静室门口,就被蓝忘机给拦下了。 魏英,不闹蓝忘机拦住向外冲的魏无羡说道,不,我就闹,你家的饭菜一点都不好吃。 苦死了魏无羡扒着蓝忘机拦着他的胳膊,气冲冲地说道,明日我去采一阵给你带饭菜蓝忘机把魏无羡绊绊抱在怀里,往静室里面走去,你说真的? 听到蓝忘机的话,魏无羡瞬间就不闹了,就是不知道蓝忘机说的是真是假,蓝是家规。 不得打狂与蓝忘机依旧揽着魏无羡承诺道,魏无羡决定再给蓝忘机一次机会。 所以,魏无羡半推半就下,跟着蓝忘机回到了静室,蓝战,你一定不会让我再吃你们家的饭菜的对不对? 魏无羡被蓝忘机抱在怀里。 他紧紧地捏着蓝忘机的衣领,他实在是不想吃蓝是那苦得要命的药膳,对蓝忘机点点头。 他只想着把魏无羡拐回家,却忘了他家里有家规三千条,苦涩难艳的药膳。 这些他都习以为常的东西,对魏无羡来说都是不习惯,不喜欢,甚至厌恶。 今日是我考虑不周,明日我会备好所有你需要的东西蓝忘机依旧拥着魏无羡的肩膀。 雨气略带歉,好气哦,我想回家魏无羡从蓝忘机的怀里挣脱,气愤地坐在一旁的椅子上。 魏英,你还没有去藏书阁看书蓝忘机蹲在魏无羡的面前试图哄好魏无羡,不想看了。 没兴趣了魏无羡靠在椅背上,仰着头,双眼发直。 他现在想知道蓝氏这么多人是怎么活下来的,当,就在这时,一声沉重的钟声响起,传到了寂静的云深不知处的每一个角落,你不是说云深不知处禁止大声喧哗的吗? 这是什么?魏无羡整个一副的礼不饶人的样子,看着蓝忘机问道,害时兮,卯时坐蓝忘机抿了抿唇开口道,还有萧进,魏无羡兼声叫道,魏英, 蓝忘机可怜巴巴地看着魏无羡,反正我睡不着魏无羡从小跟着陶醉,陶醉白天需要授课,只有晚上才有时间教魏无羡修炼,所以魏无羡习习惯了,丑时修,四时坐,哪怕后来魏无羡的修炼,不需要陶醉来指导了,他的作息也没有改回来,魏英,你听我说蓝忘机试图安慰焦躁的魏无羡,我不听,我不听, 蓝忘机你就是个大骗子魏无羡捂着耳朵生无可恋地喊着